来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消息 新版小燕子李胜 最近来西安了 咱们来看看去 朋友还记得新环珠里面的小燕子李胜吗 昨天晚上电视剧《青城绝恋》首播盛典在西安召开 《青城绝恋》中的主要演员齐聚西安 当然也少不了其中的女一号李胜 走过红毯节目准时开始 今日个陪皇上和皇妃到长安城去看一出好戏 叫《青城绝恋》 可一到长安城呢 皇上和皇妃就吃羊肉泡去了 咦 不是见李胜吗 咋是翔子和皮皮唱啊跳啊的 该不会是弄错了吧 你急啥吗 这不是人来了吗 由于种种言晕剧中的男一号何盛明没能到场 在电话中他向观众和现场的粉丝表达了歉意 这一次非常的抱歉不能来西安召朋友见面 那我承诺你们我一定一定会会来的 剧中李胜扮演的格格与何盛明扮演的庆王爷 一个调皮一个严肃 历尽波折展开了一段生死爱恋 但在戏外何盛明却又是另外一个人 特别爱耍宝这个很可爱的那种完全跟戏里是两个人 据李胜自己讲现场拍戏的时候还出了意外 情况是相当的危险 跳马的时候又没跳好 然后那个腿就脚就挂在那个脚马鞍子上 他就在电话一直脱脱了 晚会现场主持人和嘉宾观众展开了各式各样的互动 让在场的观众笑成一片 现场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虎落小型 黑虎投心 你让我保护你 打 来啊来啊 打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好笑 好笑